王八那灯笼 扔到那位美然公的胡子上之后 那位美然公把灯笼又给扒了到南天门上去 南天门一着火 这可就乱了 了不得了 起了火了 快点啊救火呀 这边找灯笼的官兵一看南天门起了火了 就顾不上找摘灯笼的人了 他们赶紧去招五颗厂的兵士 没等他们找 护卫五颗厂的兵士们全到了 这怎么回事 咱们着火了 快点闪开 救火 救火火起来 谁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起火呀 一时也没有救火的东西 那年头也没有消防队 也没有救火栓 这下子 住在南天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面可就倒了没了 官兵们砸开门就进 抓起桶来就往那缸里面逃 打了水 出去就浇 还有的进屋就抓桶 一看桶里面有水 就手滴了出去 就往那火上泼 一泼呼的下子 这火更旺了 怎么回事呢 桶里面是油 火上浇油 你说能不旺吗 总而言之是一片忙乱 一阵手忙脚乱扑不腾腾 这火总算是给救灭了 这功夫三七王苏县都来了 让官兵维持秩序 同时让仁仪立即动手 马上修复南天门 不然的话 这南天门烧得湖不老黑 多难看 一会皇上来了 一瞧就得生气 苏县在这亲自监督 忙到天大亮 总算把南天门修复好了 苏县要追查 是谁放的这把火 他们手心人 谁放的火 苏府的军兵就说了 这个是这么贵事 有人把咱们府门口 那个府门灯给摘过来了 我们随后就追 追到这之后 我们发现有一个小子拿着灯 我们刚想要问这个灯 那小子把这灯就扔了 这灯一着引起的火 苏县说照这么说来 是拿灯之人放的火 对对对 把这拿灯之人给我拿过 这算哪拿去 你不说是拿灯之人吗 对对 我们看那灯那亮 那人什么模样没看着 废物 苏县心想 你没看着人模样 你跟我说什么呀 这时候王八在旁边偷着乐 邓宇呢 不时的用眼睛狠狠的瞪王八 王八心想 这一下子弄的还挺热闹的 南天没修复好了之后 苏县传命令 让赶考的武生们下场 今天下场的众武生 各按次序进入考场 每个人要领一个牌号 进考场之后 按牌号进入各地的看棚 当时都是按郡县分考棚啊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建立郡县 汉朝呢 宴席秦的建制 他们这牌号上按天干地之号 排着顺序 这些举子们拿着牌号 都各自找自己的地区看棚 刘秀等人就来到了南洋看棚 带着坐马 顶经一瞧 这个地方离主考台不算太远 正居中 主考台的上头 正面是皇帝与大臣们的御看台 有名彩山殿 龙堂台 皇帝看台的下头 是一个大彩门 上书两个字 龙门 得了状元的 要进龙门见皇上 同时呢 还要参加皇上给摆设的 阴阳宴 什么叫阴阳宴呢 诗经里边有这样的句子 为师尚赴 实为阴阳 阴阳 就是雄鹰之飞扬 表示微德 武状元得众 赴的那个宴 叫阴阳宴 要是文状元得众赴的那个宴呢 叫陆明宴 周围各军县的考棚中间 就是比武夺魁的战场 这个战场用白粉子撒成了一个梅花形的圈 所以又叫梅花圈 刘秀心想 今天夺魁之战 将始于此 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忽听见一阵礼乐之声 天下举子们 共同瞩目南天门的方向 一瞧 皇上驾到 鲁伯一仗队 历历森年 乐队队伍 响彻晕天 司马司空中郎将 笑语私立与林军 文武大臣 簇拥着一匹金安玉佩 逍遥马 马上坐的 正是大新皇帝王莽 他头戴 垂叔免冠 身招绣金龙袍 足灯千金珠旅 故作威严 坐于马上 在他身子旁边 跟着一个私命官 这个私命官 在身背后背着一个 同住的北斗七星勺 谁也不知道 那是干什么用的 其实这玩意儿 这是王莽自个读出心采 因为近年来 异军四处分歧 王莽把他们称作为盗贼 这些个异军 人一起来 把王莽忙得是焦头烂脱呀 他命人住了这么一个北斗七星勺 由私命官整天背着 表示他是北斗星将士 任何人也推翻不了他 他都可以镇压四方 就像北斗星一样 压倒群星 刘秀是头一次看到王莽 刘秀心想 这就是那个 窜位摩权 施杀刘姓的罪魁恶手 其实王莽还是刘秀的外祖父呢 但这个时候 师父之仇早已冲垮了 心缘之戏 王莽带中大臣下之后 登上了皇帝的坎台 旁边有许多年轻貌美的公俄才女 陪同着他 这个王莽没做皇帝的时候 很廉洁 让他的夫人光穿布衣服 他自己呢 也是行为专照 可这一当了皇帝 露出本相呢 现在这后宫中 光似合他的侍女 朝夷偏飞 就有上千人 可称是雄舍阴翼 在王莽两旁 坐的是君士徐士英 城乡斗龙 武城王莽凤 大司空王义 平安将冯茂 宁始将军连丹 大司徒诸委 主考台上坐的是 三騎王大司马苏县 还有同官元帅武汉 以及其他的武官 王莽等人做好了之后 由大司马苏县 当场宣布 武科开考 并且宣布了考场的禁律 夏长者先到报号台标明 栗战十人者 可以多头一名 栗战五人者 可以多二三名 以至于前十八名 苏县宣布完了之后 科考开始 第一个下场的 报号台上把大牌子立起来 长安局子 韩商 只见一个人 跨下一匹黄标马 手端一口紫通刀 面如生螃蟹 轻中带绿 长眉细眼 他山的别梁子 撇撇嘴 穿着青铜盔甲 来到考场当中 立马横刀 是等候来者 这个人一下场 南洋考棚的旁边 就是长安考棚 不少长安考棚的举子 就是议论开的 哎 我说 他怎么下来 这不是大司马的外甥吗 就是啊 人家舅舅是大司马呀 那怎么也能中啊 这一阵议论 刘秀听得清清楚楚 刘秀心想 这是苏宪的外甥 是靠本事来夺魁呀 还是靠全市争先呀 正这个功夫 只见又一个人 催马下场 自己报名 是销关考生 叫宋布 这人夸下马 手势一口大刀 刘秀心想 看看这位怎么样吧 这个宋布啊 催马下场 跟他韩商 打了那又两三个回合 大刀掉地下了 纵布只好是下马捡刀 含羞而退 刘秀心想真快呀 王八卜他妈说了 他娘的 还没看清怎么回事 下去了 接着又上了一位 河东举子 王真龙 打了四五个回合 败下去了 又上了一位 又败下去了 时间不大 这个韩商 连败了四截 要是他败了五截的话 那可就有资格 多头几名了 这个时候 不明真相的举子们 还直觉叫好呢 有的举子们 可看出点毛病了 尤其是刘秀旁边 那常安考棚的举子们 直议了 哎 这小子今天长能耐了 平常他可没有这两下子 哎呀 那四个也太饭桶了 是不是花钱顾的 哎 那你上去 我上去 这是大司马队上 我上去干什么 打败了他我也好不了 我呀 我等他下去 我再上去 此时贾富贾军文在旁边和邓宇也说 这位 是我们住的那个殿房啊 准得住了 刘秀心想 这个人的武艺 实在是稀松平常 要让他轻而易举的连胜五节 岂不是又给苏县家里边增添了一个掌兵权的吗 举子们 是威于苏县的权势 敢怒而不敢言呢 我与他较量较量 刘秀想到这儿 他谁也没问 也没跟邓宇商量商量 一吹阴踪马 上了报号台 当他出去之后啊 这几个弟兄才发现 冯一水 怎么回事 他怎么出去了 邓宇也是一愣 王八水 这挺快的 大爷刘隐一瞧 也很感到惊异 刘隐暗想 我这个贤弟平常在家里边 虽然也练母艺 但是更愿意种田 全白水村 都知道他胆小 老实 说不知道了这个紧要关头 他这胆可倒大起来了 我们这儿 这个要说多亏 那个要说多壮串 他认马可没说 结果他先下场了 哎呀 可千万别出事 刘隐为刘秀捏了一把汗 刘秀此时已经到了报号台 标报了名挂了号 苏先生在主考台上 离这个报号台不远 他对刘秀颇为注意 一是因为刘秀年纪轻 十六七岁就赶来多亏 他感到很惊奇 二是因为刘秀长得这个相貌 很像孝平皇帝 苏县瞧着刘秀 二目出神 哎呀 这个后生怎么长得这么像孝平皇帝 旁边的副主考吴翰呢 也对刘秀注意了 吴翰他心里想 哎 这个小伙子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这么面熟呢 哎呀 想不起来了 此时刘秀 马上端枪是直奔的韩商 韩商把大刀一横 来个橘子通明 刘秀是南洋人 金河金文书 看将 他举枪直刺韩商 韩商摆刀相迎 两个人是马打盘魂 站到了一起 刘秀的武艺 虽然说不是出类拔萃超人一等 但是他受过大爷刘尹 外号神枪刘的影响 也有几招不错的枪法 而这个韩商呢 本来就是个顽固子弟 别看长得脸色像螃蟹在的 挺吓人 实际上是四立而内认 王胖子裤腰带 踢松 刚才他战败的那四位啊 真都是苏信花钱顾的 下场就是为了给韩商凑数的 本来还有一位呢 没等那位上来 刘秀上来呢 那位干着急 打败仗挣钱这事没探上 刘秀跟韩商两个人是打着打着 忽然他枪法一变 营养口把双绑用力 直取韩商的面门 韩商用刀一招架 刘秀把枪望回忆抽 又用力一拧 来了个金鸡乱点头 这这个虚招啊 这个虚招可挺厉害 虚招一抖的功夫 韩商看着面前这一堆都是枪头 恍人眼 韩商傻了 哟 这是怎么回事 他用刀胡乱的这么一划了 刘秀得先把台后把这一枪 直奔他的大腿耳听得 韩商只觉得大腿一凉 然后觉得又一热 再就觉得那么一疼 结出来了 韩商急忙 躲马败下 哎呀 疼死我也 天下举子为之大声喝彩 尤其是长安举子使劲的鼓掌 因为这小伙子在关键时刻 把这小子给刷下来 这回他没有多功名的资格了 给大伙出气 王八呢 扯开嗓子随地喊 好样的 小兄弟 炸得漂亮 在主考台上的苏献可气坏了 苏献心想 这是干什么 哎 纯属起哄 把我外甥扎了就扎了吧 干嘛还扎得漂亮 那有什么漂亮的 哎 这个金和好不识事物 苏献正在生气呢 又见一个人来标名挂号 苏献一看高兴了 谁呀 他三儿子 苏豹 苏献的大儿子 二儿子 苏龙苏虎 他都不得喜欢 认为这两个人是平庸之辈 南城大气 唯有这三子苏豹 生的力大过人 五亿出众 手使一对冰铁锤 在长安城中 有苏大锤之称 苏献认为他这个儿子 有多状元的可能 所以荆轲让他下场 原本是等着韩商 胜了五名之后 他再上 可现在韩商败下去了 用现在的话说 被人给淘汰了 他也就不等了 苏献呢 也有点气 他想要为他的表兄 找着脸面 苏豹这一标明挂号 吴汉看看苏献 吴汉知道这是他儿子 苏王爷 这是令狼吧 苏献一笑 哈哈哈哈 正是犬子 冤家不成器 偏要来献丑 吴汉说 那里 虎帅生虎子 强将不若兵 苏献少年胡须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嘴里虽然这么说 但是心里边想 是这么回事 此时苏豹挂号之后 吹马轮吹 是直奔流秀 邓宇几个人 可有点担心了 他们一看苏豹这个身量 这个气派 一身冰铁盔甲 轻踪马冰铁锤 恐怕刘秀 不能敌得住他呀 尤其是听旁边 昌安城的举子们 那只议论 说这个 是苏献的儿子 昌安城有名的苏大锤 特别厉害 大家伙 就更为刘秀担忧了 王霸主 邓老子 怎么办 不行的话 我下去得了 把他踢下来 邓宇说不行 逃产没有这规矩 没见输赢 怎么能替换他呢 王霸主 那我上去 俩打一个行不行 邓宇说废话 冯义说 如果他有心眼的话 站几个回合 就败下来 别真吃他的亏 邓宇说 我看文书 还是能够有智谋 应付他的 这功夫苏豹 来到刘秀面前 把双锤一摆 喊那声 长安举子苏鲍 来要儿的狗命 嘟了一声 这双锤 直奔刘秀头上 就打过来 刘秀一看这个人 是人机马快 雷势汹汹 他没有硬望的磕 为什么呀 刘秀自个儿合计着 根据这个人那个锤 看这个人 这个体格 这锤忘记一砸 我要硬磕 十有八九 磕不出去 有道是逢枪志取 欲绕火钦 他急忙带坐马 往旁边一闪 斜侧里抖枪 直取他的软肋 看见 一枪就扎过来了 苏豹一看 头一锤 他没敢碰 这心里边更骄横了 这个小子怕我 连我这个锤子都不敢碰 他赶紧把锤 往后一撤 撤锤 拨拨枪 嗨 弹的一声响 刘秀这枪啊 差一点出了手 苏豹一看心里边就明白了 你呀 没有我力气的 小猫孩子 今天我非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二马一对面 苏豹又对刘秀 使这个刘星赶月 砍吹 对刘星赶月 双吹奋上下 砸下来 刘秀又是拨马躲开 然后在错凳的时候 给他来了一个金鸡疏赤 回头一枪 这苏豹子没想到 他一看刘秀 开始躲着他 他疏忽了 这一枪啊 扎来之后 哎呦 他躲闪的略微一尺万 就行疼 一生 把苏豹这个刘甲涛 一共是九谷宁成的 给挑断了三谷拜 在远处的人可看不清楚 苏豹自个可知道 安详 哎呀呵 我还真得小心点 这个毛孩子劲儿不大 可沉得住气 啊 还有点花招呢 我要拜在他手里边可丢了大人了 苏豹这一加小心 刘秀可就感到吃力了 不到十几个回合 刘秀 面额待害 相招有些混乱 邓宇几个人可有点沉不住气 马成说 哎呀 邓兄 不行 咱们得想办法吧 邓宇说 想什么办法 哎呀 可真是 文叔啊 你拜下来呀 怎么还在那盯着 王爸说 让人家打蒙头了 这是 他不知道往下拜了 知道吧 这个时候 阴急太岁 雪天王贾富贾军文 把这条两阴急摘下来 邓兄 实在不行的话 我上去为他戒威 邓宇说 你先别忙 你一上去 王莽发现了你 在下考场 他会降罪于你的 我想文叔此时 大概还能与他征战一番 好 看见没有 他败下来了 大伙一瞧 果然 一看刘秀 搏马 败下来 苏豹 摆锤 随后就追 可是刘秀这个马 虽然败下来 但是并没有跑出梅花圈外 按照考场的规矩 败出圈外 还算是真败 不败出圈外 那不算是败 因为武艺当中呢 有败中取胜的招数 比如说 毁马枪啊 毁马刀啊 什么走线铜锤啊 镖啊 绣剑啊 等等 今天刘秀呢 这一步出梅花圈 大伙又愣了 心想你怎么了 怎么败还不败下来 围着圈跑什么呀 刘秀啊 还真不是败下来 他呀 想要败中取胜 别看刘秀遇到了强敌 但是在强敌面前 他却毫不畏惧 而是在想方设法 如何磕敌之胜 这在后文书里边 昆阳大战之中 更显示出了 他在这方面的胆识 刘秀败走 不是彻底认输 他是想要用剑 赢他 刘秀知道 自个的枪法 不能胜苏报 但是他明白 自己的长处 善射 刘秀的剑法 在跟他一块来的 白水村里面的 这几个人中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 平常行为打猎的时候 那得说是百发百中 刘秀想 这枪我不能赢你 我用剑赢你 所以他拨马败走 不出圈败 而是围着这个梅花圈 来回地跑 撒开战马兜圈 苏报此时 当然是得礼不让人 他举着双锥高喊 小贝 你往哪里走 再后不是紧追不放 刘秀在前边 跑着这一圈 要经过各个看棚 要经过皇帝的 看台踩山殿 当刘秀这匹马 走到预看台下边的时候 无意中 他一抬头 正看见王莽 端坐在正中 全身贯注的 看着他俩呢 这比刚才王莽进考场 坐在马上的那个时候 看得更清楚 因为这个距离近 刘秀一看到王莽 不由得怒从心头起 仇恨满胸膛 刘秀心想 就是这个伪君子 誓杀我父 磨窜江山 把我母打入冷宫 与尘世割绝 使我母子不能见面 杀留三千里 灭留八百户 自他篡位以来 黎民涂炭 百姓遭殃了 刀兵四起 都想推翻满贼 如今他就在预看台上 风声下势 此时 如果我一箭射去 准能置他于死地 那个时候 当时天下人 拍手称快 万众欢呼 我刘秀 即使死于九泉 也安然凝目啊 如果王莽一死 他的大新江山 一定为期不长 青岛溃费 到那个时候 定会有人德之君 取而代之 这样一来 我刘秀 替父报仇 替母申冤 为民除害 为国除孽 一举树德 宗斯九泉 也落得个名垂逐波 好 是王莽 他这目标转移了 苏豹已经不在话下了 刘秀想在这儿 他双腿用力 是战马加快速度 苏豹紧紧追赶 看棚里面的王霸支撑 小兄弟 下来吧 别转了 这一切 刘秀都没有听见 如今他想的是王莽 王莽 我一定就射死你 他抬腿挂枪 左手摘弓 右手抽箭 任扣大仙 左手拉 右手吹 公开办满 怎么叫办满呢 他故意的 没拉圆 让后边这个苏豹看见 同时呢 也是为了把大伙的注意力 都转移到苏豹这儿来 苏豹呢 还真注意了 他一看刘秀摘弓搭建 现象 哎呦 要用回马剑 我得小心点 他双手端锤 两个眼睛 瞪得像牛眼睛那么大 就盯了他那弓呢 预看台上的王莽 也在关注着这场比试的胜败 刘秀这个马 围着考场转了一圈两圈 到了第三圈 快到王莽的预看台的时候 他忽然公开闲满 苏豹吓得马一放烂 以为要射他呢 可哪知道 刘秀突然立转身 朝着欲看台上的王莽 搜 一箭就射不去了 其实啊 按刘秀的箭法 应该是射上王莽了 但是是有偶然 王莽在那看着看着 觉得口渴了 他端起来香茶了 一滴头喝了口水 就在这一滴头的功夫 见到了 搜 储 正设在他头上 戴的那个锤书缅冠上 王莽当时啊 吓了一群冷汗啊 身后的公俄们 是几声尖叫 哎呀妈 脸部的金家武士 赶紧把王莽就给围住了 竹口台上的苏县 马上吩咐官兵 快捉拿凶手 这点刘秀一看刺杀 王莽未成心形 哎 徒劳之举 眼见周围官兵 将士向他就围过来了 那个苏鲍也吓傻了 站在旁边 无以示从 此时刘银在看棚里面 一看急的是摩拳擦掌 王莽说大哥别愣着了 上吧 咱到时候了 邓宇说 且慢王霸 此时少要多言 邓宇知道 这就稍一疏忽 将酿成大错 这功夫邓宇 见刘秀已经昏倒在马下 邓宇心想 怎么你昏了 刘秀被绑之后 躺在了地上 此时可把王莽 旁边的斗龙给吓坏了 斗龙心想 殿下殿下 你怎么干这种事 苏县可高兴了 他赶紧来到王莽的跟前 完遂 凶手已经拿到 不知如何处置 王莽说 苏苏斩踏的人头 尖我 是 这正是 话虎不成 樊磊泉权 除奸未遂 自招载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